今天你又值多少錢呢? 有一天,iPhone 6 走來問我說 麻煩你啦,麻煩你加薪給我啦 然後我就跟他說 為什麼呀? 那時候我們簽約的時候 說明你是值五四九九的嘛 為什麼又要加薪呢? 唉,好啦 怎樣都好啦,你解釋給我聽吧 他說,好呀,沒有的 我做得久嘛,我做了三四年的啦 我做了狠狠狠狠的啦 又有幾多可永久 誰狠狠不見也心厚 沒有放低過那個 陳真某某 都應該要加薪啦 現在iPhone 12都已經起碼六七九九啦 你加給我啦 那我就問他 那你又到底有沒有iPhone 12的Skills啊? 他說,誒...誒...這樣 跟著iPhone 6就大叫 我輸了給iPhone 12啊! 輸了你 有世界有我 一陣渴望的夢 我想要人不會懂我 那我又想問你啦 你又肯不肯用iPhone 12的價錢 去買一部iPhone 6呢? 如果你都不肯 那為什麼做得久 就可以加薪呢? 還是你又好像iPhone 12那樣 為自己增值 增加自己的Skills呢? 跟著你可能會問我 怎樣才增加Skills啊? 我天天都在上班了 我就想說 所有同事天天都在自己的桌上上班 不單止你一個人 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 多了人卻還沒多高興 沉默汗聲聽到月光呼應 既平靜到放者得人之境 原來也很高興 讀過苦恨每佛山有志靈 這首歌又好像加得無厘的 不過也挺好聽的 算了 你有沒有自己另外花錢 時間和努力 去令自己更加多價值呢? 有沒有做一些新的development 像一部iPhone 12那樣呢? 你一年十二個月 又讀不讀到六本書呢? 兩個月讀一本 是不是很誇張呢? 有沒有上一些workshop 例如personal development 投資興趣班 很多不同的東西 都可以幫到你在工作上 不是一定要 只是讀一些和工作相關的東西 那你有沒有自願去做一些 volunteer 的工作 去令到自己和人溝通得厲害些 將自己的價值 分享給人 令到自己更加 會懂得和人溝通呢? 以上這三點 都可以令你做得更加好 可以在工作上 有得爭取加薪 如果你看到這裏 記得留意我上一集 用追女生的感覺 去上班 還可以加薪 還有記得按讚按鈕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下一集見 拜拜 再見 喂 怎麼樣? 走了嗎? 是的 去哪裡? 回家 跟著呢? 上班吧 快樂 不行, 你讓我嗎? 不行, 你讓我嗎? 又怎麼樣? 我讓你 我讓你 你先讓你自己吧 傻子 還記不記得上次追女生的感覺 那一次 你不肯定 你行不行 但是你超級想去試 因為 你要 是一個答案 行 行 和不行 你都一定要知道 記不記得那次 你用盡所有辦法 接近她 找機會和她聊天 很想約她 但是你很害怕 很害怕她拒絕你 你那一次的心情 就是 每天跟自己說 我有機會可以 唉 我不行了 可以 可能可以 這些 不肯定 不舒服的感覺 我告訴你 是你的推動力 在幫你製造驚喜 因為人 是喜歡驚喜 驚喜 是可以推動你去做一些 不知道結果 有機會失敗的事 我去做一個 要求心情 那一下 你會不會 你 做一個